更美麗的部落 舞者生动的肢体 吸引台下学生们关注 自然基金会和新古典舞团合作 三号在新竹坚持御风国小 演出儿童舞台剧 部落冒险王 讲述三位非原名的小朋友 前往部落冒险的故事 过程穿插舞蹈互动 随着剧情转换 藏起最后来到新竹坚持乡的御风国小 演员更是走下舞台 和学生一起开心跳起舞来 很热情 很开心 可以跟他们互动很开心 他们舞蹈跳得很好 然后唱歌也蛮好听 因为我们学的跟他们不一样 不太一样 剧团能够来到这山上 为小朋友服务 其实对小朋友对将来的一个 不管是他的想法 或感染力的话 都是有的 部落冒险王儿童舞剧 编剧老师花费一年多时间 改编自新古典舞团 今年十月年度公演五马 宜娜的光芒 希望借由冒险部落的桥段 让学生更加认识 认同自己的族群文化 让他们也知道说 其实别人都很想知道 我们部落的文化 很多的小孩都已经 没有在部落里面成长 然后已经 离开自己的文化太远了 然后我要让他们知道说 其实你们 在这边成长是很幸福的 这一次资产基金会的 艺术上山演出活动 邀请了新竹尖石乡后山 秀轮 星光 御风 石磊国小 色索国小 近300位学生到场欣赏 希望借由艺术教育 开展孩子的天赋潜能 有些新闻 希望那早上 新竹尖石采访报导